为什么要登山 是为了建训一个承诺 要是没有这个承诺 我也不会选择 来做这样的灰匙ени 我叫张红 21岁那年 青光严导致我完全失眠 早在2001年 就有一位国外的盲人 成功登顶珠峰 我心里想 我同样也可以 不服气 纠正他们这种看法 目前来说 最大可能就是经费 就判断珠峰的这笔费用 因为这种事情 不光是自己一个人的事 还会涉及到家庭 说的走 我成全你梦想 我带你去看海 都快要到海边了 又没去穿 我就一傻子 我问你走了好多牺牲 全是真好 不管想不想的钱 都平安会 太危险了 翻脸不能比翻书才快些 登山出来就需要面临这样的风险 那你自己想好为什么要登这个山 我看不见这个世界 但我是希望登顶以后 让更多人能够看得见我 能够知道 其实盲人一样可以做很多事情